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越中旗越军们 虽然带着13名亲随 上了这个敌军的大本营 乐无为 可是也应该算得上是孤单英雄 因为这爷十四个加到一起啊 虽然呢都是无畏生死之事 但是必定是以生犯险 咱们不能忘了那句话 这个乾隆皇 你怎么评价这些贼藩来着 那句话叫做呀 藩性反复 也就是说呀 这些土藩呢 藩脸呢 比藩书快多了 这越中旗将军呢 首先是仪仗着老将军的神勇 其次呢 也是觉得呀 自己曾经对大金川有过恩惠 再加上啊 这老将军头脑冷静 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还就真说服了 这乐无为老寨里的沙罗奔 以及沙罗奔的副手朗卡 这二人呢 要缴歇投降了 不过呀 这二人呢 虽然表示要投降 但是还是怕蜻蜓对他们清算 所以呀 不准备呀 到这个清军大营当中去亲自投降 搞个仪式 派几个洞主去一下 意思意思就完了 这呀 是富衡和岳中旗不能答应的 投来之前呢 这将衰二人就已经商量好了 必须呀 这朗卡和这个沙罗奔 一定要到清军大营当中啊 去跪降 并且呢 一定要举行这个盛大的纳降仪式 这里边啊 它有两条 一呀 是彻底要击碎这个大金川 反叛力量的这个自尊心 让这些人认为呀 反叛这中央朝廷啊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虽然啊 你们已经起降 这大清国呢 饶了你们 也要让你们感觉到啊 这大军的威慑力 取你们的手机啊 非常容易 其次呢 为什么要举行盛大的纳降仪式呢 还要给别的土方看 让他们呀 以这个大金川吐司 沙罗奔为计 永远归顺朝廷 永远呢 为朝廷出力 于是啊 在这个次日天明 这月中起老爷子呀 就给这个沙罗奔做出保证 说有我在呀 你们放心 我呀 完全可以保证 你们叔之二人 在清营当中的这个安全 并且呀 是再次归顺朝廷吗 我还能保证 你们叔之二人呢 永做着金川之主 也就是说呀 因为这点错误啊 咱们土司就不换人了 你们还做当地的土官 并且呀 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这沙罗奔仔细一想呢 哎 这月中起呀 给自己做了如此多的保证 即便他不保证 能够用我叔之二人 向上的人头 换来这和营上下 全部族人的安康啊 哎 也是一件好事 既然呢 都已经选择了投降 这世道跟前呢 怕也没有用 干脆咱们呀 就彻底投降吧 于是呀 就请出了老江月中旗 把自己的想法 和月中旗说了一遍 这月中旗 当然是满心高兴了 带领着自己的十三太保啊 就回到了清军大营 把这些事情 就如实汇报 给了五省经略 这傅横傅的学士 那放下他们不说呀 咱们再说沙罗奔 这沙罗奔呢 先是整顿了自己的人马 把要投降的事啊 和自己的步众都说了一遍 这山寨当中的藏人呢 那当然是高兴的 不用打仗了吗 并且呀 飞鸽快马是一同传书啊 把这个停战 起降的这个消息呀 就传到了各个营寨当中 哎 当然了也包括那个天险 关尔牙 经过这双方派代表啊 几轮的磋商 最后呢 这个纳翔的大典呢 就定在乾隆十四年的二月初五 就在这天的大早晨呢 这朗卡 沙罗奔 疏之二人呢 打开了这个 乐乌为老寨的营门 和营上下的藏兵 把自己身上的武器 都整整齐齐 马放在了大营门口 早有这个清军士兵 在此守候 收缴了这些藏兵的武器 这藏兵退回到城寨当中 沙罗奔朗卡二人 带领着自己的各家洞主 各寨的头人 乘小船啊 渡过卢江 可就来到了清军的大本营 卡萨营寨 三声号泡过后 哎 这营寨大门打开 沙罗奔偷眼望底 瞧啊 并没有啊 埋伏下刀斧手 而是啊 只有着大帅行营的一张队 这会儿啊 川西地区的各寨主 各洞主 各土司土官们 早班的都到齐了 远远的呀 在城寨的边上啊 官礼 压压压岔的 得有一千多口子 中间的寿祥广场上啊 没有众多的士兵 只有啊 清差的一让队 也就是百多名亲兵 中间的率台大都旗的底下呀 放着一把椅子 两边站着四名 马便亲随 各顶各都是 头戴东关帽 是红顶子 脑袋后头 都有花铃 那一穿这软甲呀 外边都罩着黄马褂子 黄马褂子外边啊 为了预寒 每人都穿了一件 貂皮的巴图鲁背心 再往下看呢 都当到红滚裤 脚上啊 一水都是陆皮的战靴 钉子不是站稳 腰上啊 各顶各都挂着一口腰刀 光这一站呢 有多精神就别提了 正中间一把大椅啊 上边坐着一个年轻人 书中代言 这正是经略五省大学 是富横富老六 头上啊 红顶子 戴着貂皮的东帽 脑袋后头 飘着双眼花铃 身上穿着四团笼的补挂 从这衣襟子上啊 能看出来里边 穿着黄马褂子 天气虽然很冷啊 可是这副中堂啊 穿的并不多 身上啊 配着一个貂皮的斗篷 全算是郁寒了 书中代言啊 脑袋厚子的双眼花铃 以及身上穿的四团龙蟒服 这都是乾隆皇帝 新给自己小舅子的恩赏 咱们单说这四团龙蟒服吧 按说已然余智了 够个王爷份 在他率台的两侧呀 参将副将顶盔冠甲 满满灯灯 占了两大牌 沙禄奔 书职二人呢 偷眼往台上一看呢 呼 这个年轻人好大的气势啊 位阵着大清朝 西南西北极省的 岳中旗岳老将军 只能在这年轻人的身边呀 垂手站立 连把椅子都没有 台上坐的这位 精略五省大学师傅衡 这位年轻人呢 好似神人一般是窥然不动 这会儿 这卡萨营在 中军大营的广场上啊 静得出奇 除了这个风吹动这个惊奇 噗噗噗作响之外呀 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沙罗奔 朗卡 舒之二人 以及自己带来的众家 动主 债主啊 这会儿在门外呀 吓得已经腿肚子快要赚金了 好家活的嘞 这气势受不了 这种场面没见过呀 就在这会儿啊 呼厅里边这个营门官 一声号令 大帅 宣 大金川 镇佛斯 土官 沙罗奔 朗卡 进界 好家活的嘞 这俩人可不是走进去的 是跪爬进去的 金川地区豪横一时的大顾扎沙罗奔 这会儿啊 吓得算是没魂了 他倒不是多担心自己的命运 他只是想现在已然是开城投降 如果这清军一旦反复 这傅横啊 岳中旗 说话不遵述了 一声令下这清军杀尽我的成寨 我们爷们儿死啊 那还是小事 可就一下子苦了我们的族人了 站在这大帅身边的岳中旗 给这个傅横介绍 说这进来的二人呢 就是贼囚沙罗奔和他的侄子朗卡 这二人进得率台前呢 也是不敢多言 跪在这率台下呀 听候这个傅横的处置和发落 傅横也没有多言 站起身来呀 轻轻嗓子 先是宣读了乾隆皇帝的圣旨 圣旨当中啊 无非也就是为天下苍生之着想 正供我呀 网开三面 接受大金川 土司沙罗奔的归降 这大金川 土司沙罗奔 朗卡二人既然归降啊 朕不加罪 令其啊 永居大金川 视作这大金川之吐司 钦此 这一句话呀 这大金川 土司沙罗奔 从早日起来 就悬着的一颗心呢 算是啪登一下子 又掉回了自己的肚子里 这下放心咯 这皇上说不杀呀 谁还敢杀 这会儿这朗卡他年轻啊 还算是有点胆子 从后边就捅了捅沙罗奔 二叔二叔赶紧的吧 这会儿这沙罗奔呢 才反应过来 像这个清差大臣呢 傅横秉奏 这些也是最臣我等啊 给这个乾隆大皇帝伯格达汗的礼物 至于给您的礼物啊 我们也准备了 您看啊 这儿有古金佛一尊 还有啊 这个银一万两 这些呀 是我们献给钦差大人您的 还望这钦差啊 您孝那 这傅横看了看这些东西之后啊 孝了孝说 俗话说的好啊 这请神容易 送神难 这佛呢 既然是古佛 你们也抬来了 我呢 就替你们呀 把它转赠给太后 供在这太后的万佛堂当中啊 也是替你们赎罪 至于这一万两银子呀 你们拿回去 哎 打完仗了吗 这山寨中哪不用钱呢 还是拿回去 用在百姓身上 说这话呀 这傅横从腰间 就解起一个荷包来 这荷包了不得呀 还是当年 这孝先皇后 活着的时候 送给他的弟弟傅横的 这算得上啊 是这皇后娘娘 给大国旧的遗物 跟沙罗奔说呀 这小小礼物 还望你收下 这是皇后的遗物 留在你身边呀 算个纪念 也算是个警戒吧 这沙罗奔朗卡二人呢 感激涕零 称这个傅横啊 为神人 这一万两银子 既然拿出来了 也不便再拿回去了 他们呀 就决定在大金川当地 替这个傅横 建了一座生死 哎 这是咱要画个阔胡了 我倒是认为啊 这活人寿供奉啊 不是什么好事 哎 供的这傅横 年纪轻轻 四十多岁呀 就死了 哎 这是后话呀 咱们以后再聊 这么一来呢 这依次金川之战呢 就以这个朝廷的胜利告终 虽然这胜利来的 也不是很体面 但是这必定金川之 求守沙罗奔 他起降了吗 于是这傅横 就在康熙十四年的二月份 往京城市非报大捷 次日啊 奉旨 启程返京 所有善后事宜 交给川山总督 傅尔丹 与岳中旗 共同办理 浩浩荡荡的大军呢 得胜回京 第一次金川之战 是宣告 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